对打击人相识 古代吃人现象到底有多惨烈 为何我们总说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一起带你看懂 惨绝吃人识 我们一定听说过饥荒年代一子而时 宋经战乱的两脚羊和古烂 还有天下粮仓里提到的米肉菜人 舅舅锅里煮外甥 女人问里煮女婿 誓遂江南汉 渠州人识人 史书上看似轻盈的三两字 碎大鸡人相识 背后是一番又一番的人间炼狱 最清晰的描写 还是明末屈大军的菜人癌 夫妇年鸡同饿死 不如窃向菜人士 得钱三钱资富归 一轮可以行一礼 芙蓉鸡礼烹生香 乳作馄饨人争长 两拱仙段挂图垫 徐哥古鱼池作汤 不令命绝要鲜肉 片片看入鸡人腹 男肉心骚不可参 女夫只宁少汗素 一对夫妻快要饿死 妻子将自己卖掉 把钱给丈夫后 就走向了肉店 等丈夫赶来时 妻子的两条胳膊已经被砍下来挂了起来 胸部肉做馄饨 大腿肉做炖汤 为了保证肉的质量 杀人者还不能让人直接死掉 被杀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刚被割下 下一秒就落入饥饿的人的肚子里 割了三天最终剩下一具白骨 这就是清初大灾之年的惨状 古代吃人现象发生无非是几大类 战争发泄 灾年饥荒 再有就是邪性入药之用 比如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有人步 以人入药 说点离大家更近的 大家知道紫河车吗 就是人的胎盘 虽然现在已经被踢出了药点 但到现在还有人在吃 在这三类中因灾年饥饿而出现的吃人现象 是记载最多且最广泛的 我们先来过一遍2000年来史书上的人相识的记载 史记 是时山东被河灾 集穗不登数年人相识 方一二千里 晋书 贼道风起 司祭大鸡 人相识 陈书 时东土兵荒 人鸡相识 明史 太原大鸡 人相识 九年 南洋大鸡 有母烹其女者 江西一鸡 十年 浙江大鸡 父子兄弟 夫妻相识 清史稿 顺治元年春 京门大鸡 东 云县大鸡 二年早阳 襄阳 光化 移成大鸡 人相识 上述仅仅只是史书中关于人相识记录的个别摘录 只占总数的极小比例 但已然足够令人恐惧 这还是观修史书 而那各地数之不尽的地方县制 其记载的荒年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一次心灵冲击就是前些年回老家 去县制馆 去翻阅明清县制 满目都是下枣黄 秋大鸡 人相识 我们那么一个小县城 明清以来光人相识的年份就有十几次 赤地千里 斗米千钱 卖儿育女 饿飘遍野 这个村白天刚饿死人埋了 天一黑就被邻村人挖出来给下锅了 最后没有活人劳动力来买死人了 就变成了死者 枕戒于路 到处都是饿死的尸体 我们只看到清朝人口的大爆发 但人口大爆发后面临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崩溃 我们看清末的老照片 哪里还有一草一木 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死气 只有看了这些 你才能真正明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分量和意义 人要是没有了粮食 那就不是人了 我老家早些年流传下来的那些口语 更能体现出这些 安那庄靠东岭 煎饼两手捧 弧度照人影 煎饼不是因为风干碎了需要两手捧着吃 而是做煎饼的面都是夫康 根本祸不成团 贪不成形 弧度是我们那儿关于玉米面粥的称呼 周青的像水一样都能照出人影 还有顺口流逝 扎几年密汗放几年牛 拉几年把棍到了头 密汗就是地主家的雇农 我们那儿现在还说 你看看那人累得跟个密汗似的 扎几年密汗放几年牛 拉几年把棍到了头 把棍就是管棍的意思 煮着管棍干嘛 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当店农 打了一辈子光棍 哪有子孙后代来给你养老送终 孤身一人老了没有力气了 就只能煮着拐棍去要饭 要几年饭 哪天路边一躺 冻死饿死在寒冷的夜里 一辈子就这么拉倒了 我们那儿长辈教育小孩 要好好学习的时候 经常说 不好好学习 一辈子戳狗牙 为啥戳狗牙是穷困潦倒的代指呢 这个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我以前跟老辈人 在一起聊这个事的时候 得出的结论是 要饭的人往往煮着拐棍 挨门挨户的去要饭 主人家的狗看见要饭的来了 就得上前去咬 狗眼看人逼嘛 要饭的人只能用拐棍去驱赶狗 去戳狗嘴 以身为要饭的意思 为啥山东人几百年来都闯关东去了 无非就是眼前这片土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 我之前采访南京城市里的老人 回忆三年灾害的时期 说以前苦啊 米饭都不够吃的 每人每天排队就领那么一点 我心说你们这都还吃得上米饭 我们那可都是吃花生壳 拉不出憋死人的地步了 说到吃人 受近些年一些书籍言论的影响 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恐怖血腥的商王朝 确实商王朝的人迹和人训简直是家常便饭 我们熟悉的风神演义里 博弈考也是被咒王做成了肉酱 可是人迹和人训的普遍能证明商人吃人吗 我特地请教了许红老师 许老师说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商朝是吃人的 99年河南殷墟出土了一件青铜眼 看过咱们之前青铜亲的期 就是咱们都知道 这个眼就相当于今天的蒸锅 但可怕的是这件青铜眼里 盛放了一颗被争主过的少女人头 这个少女是被献祭的俘虏 而像类似这样的献祭活埋 在商代考古遗址中是最司空见惯 商代为何如此残忍 人计和人训又有什么区别呢 商人种鬼神 商代的人计说白了就是通过杀人来取悦神明 源头可能是战争后的杀福 打完仗之后俘虏的敌人 活着浪费粮食 而且还是潜在风险 只有死了才能永绝后患 所以要么杀杀杀 要么当奴隶用 但当奴隶也逃不了随时被献祭殉葬的最终宿命 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加持 让商朝的一切杀人行为更加变本加厉 我们现在说牺牲这个词 一般是指因正义目的舍弃自我生命的意思 因公牺牲壮烈牺牲等 但古代是指纯色的祭祀牲畜 比如猪牛羊 但还有一类就是人生 拿人来献祭鬼神 人生的处理方式大概有这么几种 首先是全生 就是整个洗干净跟牛羊一样 切瓦切瓦献祭 称之为祖祭 人为刀祖我为鱼肉啊 祖就是剁肉的那个案板 商人最爱用的就是枪人 还有砍下头来献祭 称为伐 把头给伐下来 跟前面蒸锅里的那个小姑娘的头一样 还有疗 这个字是不是会让你想到火鸡火疗 新火疗源 对 疗就是用火烧 有火烧就得有水罐 就是沉 沉水里面淹死 以前沉这个字写作沈阳的那个沈 其实就是沉的意思 有火烧了 有水沉了 水淹了 再有就是卯 卯就是指抛开身体 你看卯这个字形 就像是两片被骗开的这个牛肉 不过这个说法还没有确切净论 再有就是负 我们现在常说 一负对联 一负手套 负就是一个量词 但你看负这个字 一旁是一把刀啊 原本的字形是一头猪 旁边一把刀 意为破开身体一分为二 负在人迹中 类似于取出内脏 用器官残躯等来献祭 我们今天说内脏 也都是用负字来做量词 一副肠子 一副猪下水 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一般用来人迹的几种手段 但人生还有一种用途 就是垫机用 商朝但凡盖点大房子 就得杀人 而且杀很多 垫这个字 我们今天一般都是在葬礼花圈上看到 是一个自带恐怖氛围的汉字 但还有一个应用 就是垫机这个词 垫字的解释是 寄 向鬼神献上寄品的意思 那垫机呢 就是向盖房子的地基来献祭 比如说 你现在是大商朝的一个建筑师 要盖一座远桥雾气昭昭 进桥瓦窑四少的大房子 要分几步呢 四步 第一步 先挖坑 搞地基 这就得埋上狗或者小孩 这就是第一步 垫机 然后打地基 搞基石 立上柱 搞地面结构了 还要在地基上埋上人和牲畜 这就是第二步 叫制处 在地基上制处 就是我们说的基础 今天都说打基础 巩固基础 基础知识 就是这个基础 然后就是第三步 安门 在大门周围 又得挖坑买一堆人 完了 这才到第四步 最终落成 大房子落成 在房子前面 又得挖坑买一堆 这才算完 这种垫机方式流传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叫法 叫大声装 你看今天电视上经常新闻播报 什么工程开始的垫机仪式 中间一个大坑 然后里面放一块垫机的石碑 一圈领导手拿了且先 然后用土填坑来垫机 你把今天的这个垫机仪式和他原本的商代流程一联系 是不是瞬间毛骨悚然 聊完商代的人迹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熟悉的一些战乱年代吃人的现象 比如网络传言的两脚羊 五湖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世 匈奴鲜卑接敌枪 各民族政权悉数登场 少数民族的统治剥削和多民族混居导致的这种社会秩序的混乱 军阀混战 生灵涂炭 这都是事实 但传言的汉人梁脚羊用以充军粮的这种说法真的可信吗 梁脚羊的言论出自南宋人编著的鸡肋编 里面提到梁脚羊 其实形容的也不是五湖乱华时期 而是两宋之交 靖康之尺后的景象 里面还有更为详细的分类 老瘦男子就是干把老头 称之为饶把火 又老又柴得火大些主 妇女称之为不羡羊 就是说肉比羊肉还好 小孩称之为河骨烂 意思是肉嫩比较容易烂 以上统称为梁脚羊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网上流传杰仁实乐的部队 带着数万汉族妇女 白天做军纪 夜晚做军粮 称作梁脚羊 这种事就是杜撰出来的 没有丝毫证据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屠杀百姓 甚至吃人的现象 是定然存在的 比如两脚炎谣言的主角杰族人 就是食乐食虎他们家这一帮子 史书记载其 军中击肾 士族相识 部队死掉的士兵 自己人就自己内部消化了 真正的生理性消化 真正变态的还得是食虎 人家这在五湖乱世 那是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 食虎的儿子十岁 被食虎割舌 蛙眼阉割 杀尽其妻妾子女 儿子石宣 被他用铁链穿骨 像牲畜一样囚禁 砍掉四肢 然后再烧成了灰 然后同样杀尽其妻女 有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老父亲 老百姓看了食虎的所作所为 都得说食虎真是一个一世同仁的好皇帝 而西晋八王之乱 断步鲜卑 将八千汉族妇女投进溢水 溢水几乎未知断流 低族人福登率领军队吃死人肉 耕成拔寨 下了对面枪族人姚长 跟自己弟弟说 你要再不来支援 我就要被福登那个畜生给吃了 福东残暴 但姚长更不是啥好东西 为什么说五湖是大乱事 其实从汉末三国 再到两晋南北朝 战乱时期老百姓的日子都一个样 无论湖汉 军阀的残暴也都是彼此彼此 为啥后来大一统的唐朝武德如此充沛 因为创业班子关隆集团 就是在这样的炼狱模式里磨练出头的 最终终结了这乱世地狱 说到这儿 我想到之前看的一超爽的穿越文 李世民浑穿到了刘善身上 就在马宿石阶亭 诸葛丞相肝肠寸断之际 刘世民带着他的赵叔子龙 振斩曹真 杀死马三分归一桶 开科局搞印刷 设西域都护府 胡人还没等着发育起来 便以能歌善舞 三国两进南北朝的乱世 直接跳过 刘世民三造大汉 改元真冠 尤其是最后诸葛亮临终前 与李世民的对话 那叫一个感人肺腑 李世民告诉他了 这个世界原本的历史剧本 秋风五丈原 将为诈祥 优而复明 司马篡汉 五胡乱华 两进碑歌 你是后世连周公也不慌 多让的唯一的丞相 而朕就是那个最终 终结着乱世之人 你看 我们民族对诸葛亮的景仰 就是哪怕写穿越文 改写历史 也一定要让丞相赢一次 然后丞相问刘世民 我那不争气的阿斗哪去了 在作者另一篇爽文里 刘善浑川成为了赵构 首刃秦桧 还要拜岳飞为大将军 自己好当甩手掌柜 而且连发十二道金牌 催岳飞出战 北定中原 更离谱的是 还有一篇是 刘备也穿越成了赵构 跟岳飞寒世中 桃源三结义 在分裂的华夏大地上 索相披靡 嘎嘎乱杀 那个书教 假如历史有外挂 感兴趣的 可以上网上看看 这又扯远了 主要是刚才的内容 太过阴森 咱们调侃两句 换换心情 咱们现在继续聊回赤人 历史记载比较有名的 战争吃人事件 还有皇朝军队的吃人 还说用那种巨大的石墨 把人放进去 连人带骨头磨碎了 来供给士兵食用 这一看就是 读书人的想象发挥 能这么写的 肯定是没吃过人 还是我来跟你说说 且不说这么大的石墨 如何制作和携带 你就想活人扔进去 毛发 把内脏、脑花、牙齿、骨头 各种排泄物混杂在一起 看一眼都能吐了 是能吃了东西吗 给士兵吃这个军队 不得直接划变了 还把骨头都磨碎了 估计皇朝发明了破壁机吧 为啥会有这样的记录呢 皇朝起义 踏进了世家公亲谷 世家读书人 就得在史书上 极尽污蔑农民起义军 此后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李自崇、太平军 甚至是红军时期 而所有战争吃人事件中 最难以评判的就是 张寻守虽扬 安史之乱 孤守虽扬 抵抗数万叛军的张寻是英雄吗 是英雄啊 而为了守城最后吃人 让张寻的历史评价 又一直陷入了两极化的讨论 但要知道 后世的我们 抛开历史现实 去评价人物道德是不合适的 我们能想到的 张寻他也想到了 但他有其他选择吗 生前杀贼寇 死后垂青史 这是英雄的传统模式 但他张寻从杀妻妾与士兵分食的那一刻起 你觉得他还在乎自己所谓的生前身后名吗 后来明末倒是涌现了那么多 无事袖手谈心性 林辽易死谢君王的忠臣 那这所谓的忠臣行为有用吗 不过是无能的逃避和对自己身后名的看重吧 所以文天祥的《众奇歌》中 要以张寻为榜样 在齐太师简 在晋董虎彼 在秦张良垂 在汉苏武杰 为岩江君头 为姬世中穴 为张虽阳齿 为岩长山蛇 我们都知道历史人物都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但正因为是石穷杰乃县 方可一一垂丹青 离我们今天比较近 且最知名的大灾荒 应该就是丁雾齐荒和1942 再有就是三年灾害 受限于资料较少 后者我更多是从老辈人口中听说 是无数那个年代人最不堪回首的饥饿记忆 1942是因为电影1942而更为人所知 里面有太多的经典台词片段 比如讲光头那句 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手段这么毒辣 给灾民发粮食 还有那段对话 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1062人 时机呢 大约300万人 而1942的真实情况只会比电影中更加惨烈 而丁雾齐荒发生在光绪初年 即1876年 山西河南陕西直立山东吴省 遭遇所谓千古奇灾 饥荒席卷清朝半壁江山 由以1877年和1878年灾情最甚 因这两年干之为丁丑雾银 故而称为丁雾齐荒 树皮啃光了就吃观音土 连土都没得吃了 鸡鸣就盯上了已经被饿死的尸体 再接着就是卖儿卖女 义子而食 吃人成为了常态 天灾加人祸 时事久空 村落绝户 家人饿死都不敢哭丧 前脚亲人下葬 后脚就被别人给挖出来下锅了 饿死1000多万人 流亡他乡2000多万 受灾人口近2亿 即使是最恐怖的地狱场景 都比不上丁雾齐荒的真实惨烈 我想起已经过去的圆龙平院士 之前接受采访 被问为什么研究杂交水稻的时候 他说 一定要是那个旧一个国家 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你年纪前不知道 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饥荒的时候我是人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 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不可能 不可能 之前总有声音讨论 杂交水稻的实际普及状况 以及其他作物科学家的同等功绩 似乎最终目的就是要消解掉神圣和价值 但蚂蚁圆怀夸大国 匹服汉术谈何意 元老既是英雄 更是英雄的象征 是无数为民请命 为科学献身 为人民能够吃饱吃好的 英雄人物的缩影 我们尤其不只有圆龙平 这是华夏之幸啊 我记得前年在元老去世那天 我想到历史上记载的灾年和我老家老人口述的我们那片盐碱地上一切有关于饥荒的回忆 我就在编签本上写了一段话 唯年月日 我醒来见神明病天 山川荡枯 千百年来 我的祖辈扑服于地球的背上 严谨地种不出后来的粮食 贴向泛白土壤的胸腔 不曾稍稍抬起 在那之前 盛世 灾年 乌鸦过客们不曾得见 而限制在 嗜碎 大汉 大老 大鸡 人相识 不论是战乱饥荒还是天灾人祸 最苦的永远是老百姓 太平是什么 太平的底线是吃饱肚子 如果吃不饱肚子 那就不太平了 而不太平的底线就是吃人 丁午其荒离我们只有一百多年 1942离我们不到百年 饥饿的记忆固然正在远去 留下的只是过去的固执堆和冰冷的数字 但我只想说一句 吃饱饭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诸君留步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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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